你还吃个假 我给你加的 你说吧 为什么帮她被运婚 没有 不是 梅梅 我都给你解释过 别碰我 梅梅 梅梅 你听我说 我不是帮她吗 我是压根就不知道啊 对吧 罗小聪什么时候结婚 我哪知道 其实我知道的时候 吴统已经进公司了 而且被重用了 你 你说 你说我就那么点权力 我管得了那么多事吗 是吧 再后来 我想 人家过人家 咱们过咱的 咱多那么多事干吗 是吧 最关键的 罗小聪跟谁结婚 他结米结婚 跟我没关系 我不关键 这 这又能夹 夹 夹 他夹美国白宫去 你看我动心不动心 不动心 我现在所有的心 都在你罗小聪身上 不是 别别别 我追他 追他 不是 这口误 真 真 真 这回真口误 我第一天发誓 老婆 我所有的心思 我都在你顾美美身上 真的 我发誓 你消息一下 你听我说 你压根就不能跟罗小聪 罗小聪压根就不能跟你比 你 你听我说完不生气啊 你们俩 你们俩要比的话 你是自点身价 真的 罗小聪是什么东西啊 我跟他试着过去 你算什么啊 你算我没说我多大 我单纯 我傻 我没神没眼 我 我根本就不让 女孩什么样 他就趁这时候欺骗我 欺骗我感情 回头他给我甩了吧 我看我到现在 我知道我张华 我跟着谁 跟着什么样的女人 我才能幸福 你顾美美 真的心里话 我跟你说 我承认 我跟他有关的迷他 那是历史 历史都不算 美美这样 我发誓 我告诉你罗小聪他 在我心里见试你 屁 你二屁 放过来都不想的你二屁 真是历史 你信我 你别生气了 好不好 可我呢 我怎么还是气啊 我真的 你把我的孩子 你了 别生气了 慢点啊 怎么回事 出什么事了 怎么了 怎么了 不是 怎么了怎么了 这怎么回事啊 你欺负她了 我没有 行行行 去坐下上去 爸 我真没真 我跟你说 你给我说不说明了啊 你今天不说明了 我我我 是是 您走 我我肯定说 我肯定 隐婚 就这些 什么婚 我今天没过吧 你怎么没过 是吗 咱们就是明天我们怎么办 你说呢 你靠我 你靠我 明天很简单 我该辞职辞职 是你该上班上班 你辞职我上班啊 对啊 为什么是你辞职我上班啊 公司有规定了 这种情况一旦发生 必须要开除一刻 我 我不是要留下来 结婚是两个人的事 眼婚还是两个人的事 不可能两个人的事 让你一个人去看 不不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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怎么可能最后结果 是我留下来呢 留下来是你留下来的 为什么是我 我 我 我是 我不喜欢做这个的 我 我原来是做 汽车修理的 现在天天让我做秘书 我本身都做不来 你动不容易才找到这份工作 而且你刚刚开始 有想法想要实现 而且你很多的创意 我觉得 比那帮狗屎创意的好多了 这个地球离开谁都能照样转 没有任何人是无法替代的 我的专业才不对好的 我学的是画画 我没有学工艺设计 可是你不是说你 你开始对这个感兴趣 你希望我 把很多想法都实现吗 我是为了奉权 你别骗我了 就是这样啊 我不相信 相信不相信 你就在骗我了 我干嘛要骗你 你想 当初 这个公司要我了 今天我还会有别的公司 一定要骗我 你不相信我的本事 我走哪儿不还都是一样 就这么定了啊 隐婚就是 夫妻两个人 同时都在咱们公司工作 那不是他们私事吗 跟公司有什么关系 可是咱们公司有规定啊 要是夫妻二人同时 在咱们公司工作的话 就必须得开除 这什么事的事 我 我怎么不知道啊 爸 关键的隐婚的那个女的 是她的前女友 过去的 现在一点关系都没有 真的一点都没关系 妹妹 这我得说你了 你当年跟张华在一块的时候 你不知道她交过女朋友吗 你干嘛对她过去这么在乎 不是 爸 那个女的现在在她眼皮子底下工作 我要是不在乎 将来就变成未来了 人 人你结婚呢 就是她不结了婚了吗 结了不结还能离吗 离了她不能再结啊 不是 爸这样我给你捋捋她们的关系啊 妹妹咱说好了 咱不带生气的啊 您听把关系乱不乱啊 我以前的女朋友 叫那个 罗小聪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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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梧桐 在设计部 梧桐现在又跟那个江戴友好像认识 您说 您说乖乱不乱 怎么能复杂啊 我怎么办 我没法弄过呀 爸 爸 你把门都开了 真是 爸啊 我不管 你把门开了 爸 我看什么就是 你先别激动 这万一再伤着孩子 这下就是你小心点 别那么炸 你这人怎么说话呢 你自己生不出来孩子 你就要诅证我 我生着孩子是吧 妹妹 不是 我不是那个意思啊 妹妹 不是 你天天在爸爸面前装好人 你 你什么意思吧 你就是个坏女人 你都恨死我了是吧 妹妹 你误会了 我就是想关心关心你 你看 你怀孕了是吧 顾佳有后了 我比我自己有了孩子 还高兴呢 你现在这样 我说什么都不对 做什么也不对 那你让我怎么办吗 爸爸您看 他演得多像啊 我想 别人不知道的人 还以为他比我 亲妈对我还好呢 可是我知道 他是个坏人 我没有 妈 妈 没没没 那杨卫你好啊 您误会他吧 对对 我没误会他 爸爸你听我说 他到我们家来 就是为了骗我们家钱的 你别闹了 别胡说好不好 你怎么就不相信我呢 爸爸 行了 妹妹 你别闹了 你胡说八道什么呀 爸爸我没胡说 怎么不胡说啊 这半天就你在这儿折腾 我 听爸爸的问 爸爸说得对 你在这儿你真真有点闹 爸 爸 爸 别闹了 猜不想花了 我没闹 不是 咱那 不是猜 你们几个 你们几个喝酒过来骗我 你们几个喝酒过来骗我 你们几个没有妈妈 我不回来 快来来来来来来来 快来来来来来来来 快来来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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快来来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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今天 皮特 让我们两个 一起滚 他没说是让我们滚出办公室 还是滚出 公司 他没说清楚 你分析 干嘛 我打个电话问问他 他到底什么意思 不要送 做人是有鼓气的 这点是还要打电话问他们 我跟你分析就好了 你听好了 你想 我分析了很久他这个人 他是一个小心眼的人 正常 按照公司的规定 当然是出了事情之后 应该开除一个人的 可是他就未必了 要不然他为什么要说那么多的滚 滚滚滚滚滚 一起滚 这就不是一起滚出办公室了 这是一起滚出我的公司 那我们前面就白争了 对呀 那就啥都别说了 晚上你写一份咨询 再替我写一份 也行 我们俩都算解脱了 明天再也不用去公司 太好了 为什么不去公司 还去干嘛 我们当然要去 不是你说再也不 不但要去 而且我们要风风光光地去 为啥 我们要手拉着手 一起走进办公室 手拉着手一起走进人事部 手拉着手一起跟所有的人讲再见 这就是做人的态度 美美现在闹得越来越过分了 你别惹他呗 你没看他今天这情绪不太对头 我没想惹他呀 就是不知道他怎么才能高兴啊 他还小 但是任性不走脑子 那你是说 我说什么话都得走脑子呗 我这说他 他说话太直接了 你别往心里去 去去 小枫 你过来一下 我想知道 你打算怎么处理 罗小聪隐婚的问题 随便吧 这不是随便的事 这个罗小聪 平时看起来挺简单的 怎么这么复杂呢 隐藏得这么深 把大家都蒙在鼓里了 我的意见是 必须按照公司的规定去做 让罗小聪离开公司 乌同梦是个很有才华的青年 让他留在公司里 这什么烂规定啊 怎么是烂规定的 公司之所以这样规定是有道理的 你爸爸活着的时候 公司就有这么一对夫妇 一个管财务 一个管财务 一个管市场资源 结果他们带着资源跑了 把你爸爸气得心脏病都犯了 妈 我觉得是因人而已 罗小聪和乌同不是这样的人 他们是不是这样的人先放在一边 因为公司有过前车之间 我们不得不防 铺锅 он 好 未经许多 你自己规定 你自己规定 不是 你干嘛骂什么人 我骂什么人 我就骂你了 骂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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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你这样骂就我听听 我告诉你吧 你这是犯马的 你知道吗 我告诉你 这就是公司的规章制度 你违反了公司官就得走 我告诉你 你也知道我干什么 我不是好欺负的 你好像 你们家不就卖个小祸了吗 咱们也啊 对呀 就是卖小祸 我今天就给你摆成一小祸 我帮你照片子 你不会是人 敢 敢 你怎么不敢呢 你看我敢不敢啊 你怎么来了吗 你会欺负人 我怎么不能来啊 你说你们俩让人欺负 你闭嘴 你闭嘴 我偷 老抽 干嘛 我告诉你们 你们就触碰了公司规章制度 你们就再走一个 还不用走一个 是我们两个一块走知道吗 张华 我告诉你 我们根本不稀罕在这再待着了 走 好啊 我告诉你们 这是你们自个说的 对不对 对对对对对 算你们主动辞职 对 一分钱不配公司 我用不着 滚蛋 都滚蛋 再说一下 滚蛋 说 再说一下 爸 抱紧 走 走 好好好 你们大家伙都听着啊 这就是你们的副总 他就是一个白眼狼 我闺女帮他把户口搬进北京以后 他把我闺女甩了 现在有狗障人士来欺负我女婿 妈呀 怎么不说呀 我为什么不说 可欺负你们 让你们受欺负我还能不说 妈呀 我得替你们撑腰 别说了 怎么不说呀 乌铜 我不说 你是文化人 你跟这种人渣在一起 你真受欺负啊 妈 咱们走咱们不说 走什么呀 走 走走 你都受人欺负了 你还让我走 妈 你傻呀你 真好说的 有什么 必须得说 我得跟他们讲理 你家一家有个男人来念的经 快 我今天也不能到公司来念的 你傻呀你 那你这不露几小时了吗 这 我到白天说正好凡 我说正好凡 闭嘴 我给你撑腰你这还要 我干吗让他欺负 你别看了 别看了 我赶要东西工作去 快走快走 我解决了啊 解决了 你少废话 你还挺变 慢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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解决了 慢 慢 你甭跟我这儿装 怎么回事啊 什么怎么回事 你管得着啊你 妈 我想这儿的事 还没有我管不着的 我把这个替网交一下 随时报告 我和王小聪 原来是这么回事 张华和小聪还有过这么一段 那小聪跟张华受了很多的委屈 他就是一白眼狼 冷静冷静 从年龄上讲 我还应该叫您一声大姐呢 咱们都是做母亲的 我特别能够理解你现在的心情 可是 你这样在公司里大吵大闹的 对公司的影响不好 对小聪的影响也不好 我听出来了 您说的虽然很客气 但我不这么看 比方说 您让小偷给偷了 还不让你喊 那我能说你的东西没看好吗 这不讲理吧这个 坐下 你放心 我们会妥善地把这件事情处理好的 这可是您说的 小姐 您有水笔吗 自己拿 你说现在真实啊 这九人啊 什么事 都往公司来带 你怎么落签下室了吗 我 我怎么了 你像人家什么意思啊 喜欢人家 什么呀 你闭什么 你说 你说干嘛呀 不是 我 我怎么了 还说点 说点真话大白天 得不要啊 闭着 我做你啊 行 我不说了 不说了行吗 好 现在比方要不应该 想要吗 好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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怎么了 你不是要比吗 我这还有你要比啊 用不着你自己留着吧 谢谢啊 好 好啊 说得我是口干舌燥啊 结果还是没落好 我看是好事啊 好什么事啊 好心帮坏事 怎么能说坏事啊 起码张华不敢再欺负小葱上梧桐了 你真觉得我没办错啊 没有 那梧桐会不会恨我呀 她要是恨你 那她就是混蛋一个 那也不一定 不一定 你没看她今天在公司 那梧桐 那梧桐直接就要辞职 我是好说歹说啊 这是不辞了 可能她是觉得我在那儿那么一闹吧 没面子了 不会吧 不过这要调个个想一想 也是有一定道理 以后再碰见这事我可不管 以后遇见这事你还得管 肯定不管 你能有那迹象 我要连这点记性都没有 那我就不是宋美玉 真是 你想吃什么我去买 你想吃什么我去买 你晚上想吃什么我去给你买 想要问问你吗 我不是故意跟我妈说的 没事你妈是万能的 去问她吧 什么事都愿意跟她说 你跟她说去 我不是什么事都愿意跟她说 我昨天晚上心情不好 我妈正好给我打电话 我就 我 我也憋得难受 那我就 我就跟她说了 行 那你憋得难受你跟她说了 你现在心情好了吗 咱做事能不能长点脑子 你妈什么样你不知道吗 好 你憋得难受 你没控制住她去了 闹她 我妈长枪的多好啊 她昨天没说今天要去 废话 你妈以前到跟你说过吗 公司上上下下 本来现在就 已经一片哗然了 说 两个人顶风作案 两个口子在这儿 隐婚这么长时间 你倒要看看林峰怎么处理啊 没等处理呢 好 老太太来了 我真的不知道她会来了 你现在知道了 对 你不知道 人家也不知道 太有意思了 我现在就问你 我现在能想到的 我可以了 谁去想到我 我可以了 你觉得我 你觉得我还要你 不要想到我 你把我还要你 你给我留点脸吧 麻烦你一件事 一会儿让你妈打个电话 拜托老太太以后 这也没有以后呢 拜托她 别再瞎讲后患的事了 好吗 我怎么跟她讲啊 她现在比我们还生气呢 我怎么跟她说 我现在说不出口 我妈她也是为我们好啊 你说她为谁啊 大冷天的她跑过去 我求她去吧 我妈就这个脾气 她这个脾气 你既然知道你还给她打电话 我不跟你说吗 是她问我的 她问你你就说呀 但是我也不知道 谁问你什么的都都都说呀 我不知道她今天会这样 那她是我妈啊 我又不能 那要我怎样 你去哪儿啊 你去哪儿 她是你妈 你应该眠不了对吧 别再给你 啦啦啦啦 宋美玉 诚然有做的不妥的地方 可是她不是已经认错了吗 你就别抓着人家小辫子都放了 毕竟是你丈母娘 还有小聪 小聪在整件事情上有错吗 你凭什么对人家小聪 大喊大叫呀 你想不想你自己有做得不妥的地方 我哪里不妥 那我不知道呀 你不知道你为什么说我 我让你想一想呀 你不要拿你对待学生那一套来对待我 你自己都不知道我哪儿错了 然后你就在这儿启发我 你瞎启发什么呀 是 我知道老太太过去是为我们两口子出头去了 您出完头了你不讲究方式方法呀 你出完头了你痛快了 然后我脸没了 你们大学教课你们也知道了 大学学的是什么 学习的不是具体知识 学习的是方法论 方法论是什么 方式方法 学习的方法 他不讲方法论 那我怎么办 他是老人 你能和他一般见是吗 我还说呢 我说你这回怎么就这么 这么点小忙都不愿意搬 这合着也是哈 这小葱他前男朋友 在你们那儿 管广告部 那确实这事也是 那那也有 你做这干吗呀你 我就是 可这回可看出来了啊 小葱他妈 可是真心实意地护着你呢 要不然人家不会到你公司去大闹大闹的 对不对 一个开瘦衣店的那素质也就是 这就跟瘦衣店有关去吗 不管怎么说 小葱他妈和小葱 是真心诚意地为你好 这是最重要的 你差不多就行了 你差不多就行了啊 回去给小葱道个歉 是不是 他呀 主要是面子下不来 要维护他男子汉的尊严 你现在已经成家了 你的尊严重要呀 还是你的家庭重要 男子汉的尊严是体现在 事情出来以后怎么样来解决事情 好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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你什么时候回来的 那凉多少事 那你怎么不含我 我本来想你一回来我就抱过去 让我抱抱你你就不生气了 那我不让你抱你 你不让我抱 我也抱 那我还走了 我不让你走 我就一直抱着你 那我非得走了 我就一直抱着你 我就是非得走 我就抱着你的腿 我像个抹布一样地抱着你的腿 那我把鞋脱了 我抱着你的腿跟你鞋有什么关系 我抱着你 我们曾在一起天天守候 时间楼飞 我们以后不吵架好不好 我害怕吵架 而且你吵架一走 以后不会 我谁也能再收回 哭泣爱情啊 在女途里 你寂寞成灰 为什么还要穿着呢 我就饿了一点点的 真的一点点 我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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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求求上天让你醒悟 爱没有尽头 接下来 怎么办 都不撕了干嘛 哦 皮特 皮特 不是 叔叔 皮特让我们到公司 谁来呀 我不知道了 你赶快起来 我 我也不起 辞职了 起 叔叔 别睡了 赶紧起来吧 起来来不及了 别睡了 干吗 上班了 谁上班 今天还是要去的 为什么 昨天白说了 我辞职了 辞职为什么还要去 好 那你今天先休息一天 对不起皮特 路上太堵了 我通知你一下 公司正式决定 废除夫妻不能在一家公司工作的制度 你让无团来上班吧 再说一遍不清楚 我通知你一下 公司正式决定 废除夫妻不能在一家公司工作的制度 你让无团来上班吧 真的 谢谢你啊 谢谢你啊 皮特 你不要谢我 我希望你不要瞒我 对不起啊 我给无童打电话 我跟他商量一下 我跟他商量一下 来 看我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 谢谢 有病吧 神经病 做完你别理他 组长 什么不重要 我就知道你不可能走 说的话我也不知道 东西又是一个看队了 今儿我还要出事了 对吧 我用不用帮过你啊 这点东西用得着吗 干活了 好嘞 你把他们开了没 开了吗 开什么开啊 现在跟我一点关系都没有 我跟你说现在就是那孙霞雅 挡在中间呢 还有一点纳烂门 那他们到底什么关系这几个人 什么什么关系 反正什么关系跟我没关系 我不躺给浑水 还不是都怪你 都怪你都怪你都怪你 行行行行 吃饭吃饭 爸 那个老孙是不是现在也不把你放眼里啊 他怎么敢不把我放眼里啊 有点 他做的那些事不就是不把你放眼里吗 我跟你说 这孙霞雅要跟我对着干 绝对没他好果子吃 包括那两个人 我早晚把他们给开了 你看爸一说话我就立马来胃口了 我去 你能不能不插嘴 爸 你现在就把他们开了 现在跟这孙霞雅对着干 还不是时候 过一段 好吗 那我把这事情都处理踏实了 那什么时候是时候啊 别着急 很快 我尽快好不好 一定让你高高兴兴的 开开心心的把孩子吃下来 谢谢爸 来来来 你看乐乐 爸吃 爸怎么着 喝点 拿点 拿点 阿姨 来来来 拿 拿酒 你早上要点什么喝咖啡吗 那要不要准备早饭啊 那要不要准备早饭啊 皮特 你是不是还在为 为产品滞销的事情抑郁啊 你出去 我跟你说两句啊 我觉得如果 如果抑郁能够解决问题的话 那你就继续抑郁 但如果抑郁不能解决问题 我觉得你要去面对的 而不是整天哀声叹气 情绪其实常常无意义的 你说完了 我自己走 你说完了 我自己走 我没看错吧 你还好意思回来呢 是林总改了规定 求我回来的 别臭美了 我问你 这回是你求林总 还是你家罗小聪求林总啊 说什么呢 你家罗小聪不就灰那一套吗 求这个 求那个的 你再说一遍 你还不知道呢 知道什么呀 你进这家公司 是你家罗小聪 求的我 他不认识你 怎么可能你在说什么呢 要不是你们家 刘小聪可怜兮兮的样子 我能念在同学情分上 帮你吗 你跟同学 要不我就替刘小聪 驱的话呢 你说他怎么看着你了呢 要什么没什么 害死要面子 好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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我爱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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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真的 真的 非常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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没事了 快睡了 我还要生他了 因为我做的一切 我都会记得起来 嗯 我要给你 我要给你挣好多好多的钱 我要让你幸福 我要每天都陪着你 我要让你幸福 我要让你时刻知道 我就在你的身边 我要让你幸福 天天 天天 你动完肆 我要让你幸福 你知道吗 是这样 嗯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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